你 何可来找过我了 这段我的下落 你能不能不要像一个小朋友一样玩事动 你这样很不负责任你知道吗 那我能怎么样 她是一个好女孩 我不想再伤害她 你这是在逃避 你逃避就说明你心里有她 我对她不是那种感情啊 只是 行了 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 说实话 很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像哥哥一样 照顾我关心我 如果问我的私心 我希望你一直可以陪着我 我可以 但是我不信 为什么 好 可可说得有道理 你不是我的副属品 我对你的感情不能有什么交代 也许 你应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幸福 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 幸福不是目的地 而是一个方向 而是一个方向 就是我的路标 我一直都要朝幸福在奔跑 亲我 丁云 我要你亲我 丁云 我要你亲我 丁云 你到底怎么了 看到了吧 看到了吧 这就是咱俩个问题 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太熟了 说到没有任何火花 就像你说的 幸福是一个方向 我们看似走在同一个方向里 但其实 是两条不同的路 不 你错了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如果都是火花的话 会把彼此都融化的 只有两个人在一起舒服 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好 那你跟我说 我和可可 谁跟你合适 好了 别回他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 你能联系一下可可 就算是我 看到一个女孩 这么疯狂地去找你 我也会觉得很心疼 而且 我不希望你以后会怪我 傻瓜 我怎么会怪你呢 这是个粉丝 为了 所以我们应该不生呢 人家人 你也不能得不生呢 所以我们要珍重 我们的故事被写写成情谈 总有情缺刻 不尽第一个 让梦如此的深刻 你就不打声就说什么了吗 我就知道 你要我说什么呀 别那么封建行不行 那只是一个简单的问候 而且 我已经已经决定了说清楚了 好烂 别闹了 没有闹 知道了 就是 反正你别剩我戏就好了 你这关心的事 我答应你 我一定好好地处理了 你就相信我吧 你要去找你爸妈 去了去了去了 那去了以后好好说话 别吵架知道吗 那就我看他当时的反应啊 好了好了 别说了 我说你的故事 我现在是想要想要这些 人质疑了 我说你我看他 你真是想要做什么 我说你怎么能不能这样 我说你一事 你不是什么 那是谁 我说你 我说我说你 我想要啊 你不想要 那是谁 你不想要 我说你 我说我 我说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那不是建峰吗 是啊 长大了 我不是想说建哥 就他怎么在这里 他也不知道这事呢 所以 我乱说话 什么意思 反正很长的故事 我能告诉你的就是 他一定不会跟你唱头疯 只要你继续支持他 喜欢他音乐唱他的歌 那就OK了 好 走吧 唱得不错呀 我喜欢他 你带了 他就会找到 那他他也找到 他的缘子 我只想说 你怎么会说 我都说 他们在这些人 他都不敢说 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是你啊 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以为这是顶峰吗 我是来找我儿子的 你儿子 谁是你儿子 姐 我是她儿子 小枫 跟我回去 你们这个年轻人不容易啊 这么小心里面的心也就这么多 是不是想借着音乐毁掉剑锋 好让没有人来跟你们抢顶峰是不是 你别血口喷人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小枫是你儿子 妈 其实 你闭嘴 你说你不知道是不是 嗯 司剑宇 你不认识你弟弟吗 吴义泽 你不知道剑锋有个弟弟吗 吴小兰 你难道连剑锋弟弟都不认识了 你还说你不知道 你当我是傻子 妈 姐她真的不知道 你闭嘴 你叫谁姐 你知道这两个在公司是怎么对你妈的 你要认他们是不是 行啊 那就别认我 张总 先把事情搞清楚了 你再发火 弄什么清楚 我眼睛亲眼看了不够吗 张爷 你别生气 你肯定误会了 误会啊 误会了我儿子会站在这里 堂堂顶峰的接班人 在这种破地方卖场 丢不丢人了你 哎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破地方 你个老太婆把话给我说清楚啊 你说谁老太婆 谁说我这破 你把我说谁 哎 干什么呀你行啊 哎呀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跟我回家 我不走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走 我喜欢这儿 我当然想留在这儿唱歌 你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在我的身上好不好 他们对我很好 没有你说的那些阴谋诡计 他们连我是谁都不认识你 怎么可能害我 我就要留在这儿唱歌 不要阻止我 跟我回家 要不然我认识你这个文章 我收到做到 我这儿唱歌 你不会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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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我是吗 我不知道 我刚害的 我也不是想要骗你的 就 我也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 联系一下可可吧 就算是我 看到一个女生那么疯狂地去找一个人 我也会很心疼 我也会很心疼 我会很心疼 思哥 哥哥 对不起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以后就会这样了 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 我别怕冷静 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我已经深深的热热了 你是我 要从我的世界消失